我不再被恐惧 不依 因你是我前 我不再 那今天晚上来聚会的人有福了 那今天我要讲的会比较深入一点 我要讲关于被提和再来 我要再讲这个信息 那这个礼拜神有特别的一些感动放在我的里面 其实当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言 这个正在被完全的成就当中 所以主来的这个日子呢 越来越近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就是关于被提 那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们会经历被提 我们活着的人会经历被提 已经去世的人 他们会复活 然后主会给他们一个全新的身体 然后我们会在空中 与主相遇 那其实你知道吗 关于被提和主的再来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基要的真理 请跟我说基要的真理 无论是使徒信经 还是尼西亚信经 都有讲到主的再来 你看那些信经里面 都有提到 耶稣再来 也就是说 我们除了相信 耶稣为我们降生 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复活 耶稣升天 除了相信这些最重要的 基要真理之外 我们仍然要相信 主他要再来 我们会被提 这是很重要的真理 阿们 你知道吗 今天魔鬼不只是在教会里面 偷走了阴性称义的真理 不只是偷走了恩典 福音这些真理 他也把关于信徒被提 这一个指望 这一个盼望 从教会里面挪去了 今天我要讲的会比较深入一点 我记得之前我曾经有讲过一篇信息 就是从福音真理的角度 来看末日与被提 我讲过这一篇道 因为关于末世论 那有很多种讲法 各个宗派都有不同的讲法 有人赞成灾前被提 有人赞成灾中被提 也有人赞成灾后被提 甚至还有认为多次被提 得胜者被提 怒中被提 前千世年 后千世年 无千世年 至少十八种以上的讲法 各种教派 就是宗派 不一样的基督教宗派 有不一样的讲法 我记得在上一篇信息里面 我有提到说 我直接告诉你重点 从圣经来看 最符合真理的 恩典福音的讲法 是怎么样的来讲末世论 其实最符合圣经真理 最符合福音真理的 就是你相信灾前被提 因为你的救主 已经为你在十字架上 受苦受难了 你的主不会把你 丢在这个世界当中 他会把你救主 把你给救走的 阿们 神历世历代 一直来的风格 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灾难 一人被拯救 这是神从古到今的 做事法则 所以最符合福音真理的 最符合圣经真理 最符合新约 因性真理的 一种讲法 就是灾前 你会在大灾难之前 我们会被提的 我们不需要经过地上 七年残酷的大灾难 我在上一篇信息里面 有比较详细的讲法 我有讲到旧约神 做事的法则 我有讲到说 挪亚洪水来的时候 方舟来拯救一人 我有讲到说 尽管是罗德 神要毁灭 俄摩拉与索多玛的时候 索多玛与俄摩拉 神在毁灭之前 还是要搭救 罗德 这是神一直以来的做法 就是要把一人 拯救出来 阿们吗 这是神 做事的风格 然后我也讲到 新约很多的经文 都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还是来看几节经文 然后进入到今天的信息 我们来打开 贴撒罗尼加前书 一章九到第十节 贴撒罗尼加前书 一章九到第十节来看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 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 归向神 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实力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 将来愤怒的 耶稣 七年大灾难 是针对那些不幸的人 你明白吗 神的愤怒要开始领导 所以我们已经被救赎了 我们已经得救了 所以神要救我们脱离 将来的那一个愤怒 那一个灾难 阿们 这是福音让我们知道 非常清楚的 我们来看天上罗尼加前书的 五章第九节 贴前五章第九节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 耶稣基督得救 神的心意不是要你受惩罚 OK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借着谁 耶稣基督得救 阿们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圣经真理 阿们吗 很重要 那我们来看天上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十三节到十八节 来看贴前第四章 十三节到十八节 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 论到碎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那当时的背景就是 当时天上罗尼加教会 有一些人 当听到保罗教导 关于被提的事情的时候 保罗讲说 在那个大灾难之前 我们信徒会经历背提 会与主在一起 那有一些人就很伤心难过 为什么呢 可能他的先生两年前刚刚去世 也是个信徒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或者他的爷爷 上一周刚离开世界 所以那些人就很伤心 很难过说 那我们如果活着可以经历背提 可是那些死了的义人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伤心 忧伤 有这样的难过 所以保罗特别写了这封书信 来教导他们 告诉他们说 我们活着的人 我们要经历背提 而那些在基督里 那些在基督里已经碎了的人 上帝要让他们复活 那些已经碎了的人 那些义人的灵魂现在在天堂 可是当那个 那个号筒一响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会恢复 神会给他们复活的身体 全新的身体 那有人会说 那个人已经火化掉了 灰都没了 你知道吗 虽然在人的眼光里面 无论是火化掉也好 或者说大海里被鲨鱼吃掉也好 可能已经是死了几百年了 可能肉都已经烂掉了 都已经没了 但是你知道吗 神是超自然的 神的创造能力是十五遍有的 他可以超自然的 让人的身体重新组合在一起 给人一个全新的身体 也就是说已经去世的人 他们仍然会有复活的身体 他们的灵魂在天堂 会跟他们的身体结合在一起 现在是没有身体的 现在那些已经去世的人 他们的灵魂在天堂 但他们没有身体 直到耶稣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去世的人 他们会拥有复活的身体 那还活着的人呢 就不用死了 直接身体在一刹那之间就改变了 荣耀的身体 复活的身体 阿们 所以保罗写这个书信 特别要安慰 在贴沙罗尼加的那些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 十三节说 论到睡了的人 你看到没有 在信徒的身上 已经没有死亡了 因为你的灵永远不会死了 肉身离开世界 只是睡了 圣经称他是什么 睡了 有一天还是会 身体会复活的 阿们 我们不愿意 弟兄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真理很重要 你一定要明白 不可以无知 一定要知道这个 关于被提的真理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十四节 我们若信耶稣 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 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 与耶稣一同带来 之前已经去世的一人 没问题 神也会让他们复活 会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阿们 现在 我们现在造主的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他的顺序应该是 当那个被提的号筒 一响的时候 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要先复活 然后我们活着的人 一刹那改变 次序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可能那个时间会 都是在一刹那之间发生的 阿们 一刹那之间会发生的 然后下面说十六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师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十七节 以后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我们还活着的人呢 就是要被提 被提到空中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 彼此劝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神要我们一起来讨论 关于被提的事 他要教会一直在讨论被提 他不要教会只是停留在 因性称义 福音 罪得赦免 不在律法之下 那个是很重要的 他不要你只是停留在那一个根基上 他要你要讨论 关于末世 关于被提的指望 因为这个能够给你带来信心 因为这个能够激励你 这个能够劝慰到你 Amen 那今天晚上的时间呢 我会讲三个大点 第一个大点 我要讲的是 我们被提 这是圣经的应许 第二个大点我要讲的是 为什么要教导被提的真理 为什么这个真理这么重要 我会至少讲四个原因 那第三大点我会讲 什么时候 何时会发生被提的事情 然后今天你会发现 那个时间已经很近了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恩典的福音 已经传到了耶路撒冷 很多人在家里 在电视机面前 都有在听这个恩典的信息 你知道我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肯定是恩典 如果你把恩典和律法 掺杂的教导 还是要靠行为的 靠行为怎么样来交换的 靠行为怎么样来得救的 靠行为怎么样在神面前称义的 如果你讲的是这一套东西 他们不要听的 他们是律法的祖师爷 他们从五岁开始熟悉律法 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 他们是律法的祖师爷 你跟他讲律法 他比你还厉害 所以我们常常喊口号说 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一定是恩典的福音 不是掺杂的 不是靠行为的 绝对不是律法主义的 一定是完全的 纯正的恩典的福音 不是关于人做了什么 乃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 为我们成就了什么 哈雷罗亚 他们会相信的 他们会接受这个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犹太人 有看这个恩典的信息 我相信神已经在预备当中了 将来会有十四万四千 会出来向全世界传道 那个时间已经是 非常非常的近了 可能你会觉得说 不可思议 阿们吗 所以这个我会再 再等一下来讲 这个在什么时候会发生的 很近很近的时间 我会让你看一些圣经 我再说一次 请听好 具体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 几点几分 没有人知道 这个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几月几号耶稣要来了 这个立马把他拉黑 这个真的是异端了 你这回碰见真的了 真的异端 几月几号 这个肯定具体时间 没有任何人知道 因为圣经已经说了嘛 没有人能够知道的 只有父知道 但是圣经也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观察那个季节 不要做糊涂的人 要看那个神的心意 那个大概的季节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 圣经提到说 当看到无花果树 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知道夏天近了 然后当你看到 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 你知道主来的日子 正在门口了 圣经有这样讲 圣经有鼓励我们说 去了解神的心意 圣经有鼓励我们说 要警醒 所以具体的哪一年 哪一日 几点几分 没有人能够知道 可是我们还是能够知道 一个大概神的心意 历史的长河 走过来的时候 我们今天大概处在 哪一个点上 就像这一部电影 90分钟的 你大概已经看到了 88分钟 89分钟了 你知道吗 你可以知道说 应该是要到 结尾的那一个点上 很快就要结束了 你大概能够知道 那一个点 Amen 那这是今天 我要跟大家 来分享的信息 那关于我们背体 我们的身体 得到救赎 这是圣经的应许 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要有 这样的盼望 我们活着 不是为了等待死亡 我们活着 是为了期待背体 这是历史历代以来 这是圣经里面 很重要的 基要真理的教导 我们来看几处经文 来看第一处经文 提多书第二章 十一到十三节 提多书第二章 十一到十三节 好 我们来看 这一段经文 先来看十一节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十二节 教训我们除去 不敬前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 自首 公义 敬前度日 那很多人会以为说 当你传这个恩典的时候 人们会放纵 人们会无法无天 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 请你把眼睛睁大一点 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 恩典教训我们除去 不敬前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哇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作为传道者 我不需要担心 我只要传 纯正的恩典的福音 当人们相信 和领受的时候 恩典就是老师 恩典他是一个人 就是耶稣 当你相信 当你领受的时候 恩典会教训你 不是我教训你 是恩典教训你 除去不敬前 和世俗的情欲 恩典教训你在 今世 自首 公义 敬前度日 哈雷路亚 所以恩典是老师 他会教导你 会让你变得更好 阿们 这是圣经所说的 哈雷路亚 所以不要听魔鬼的欺骗 魔鬼不要你碰到恩典 因为碰到恩典 你就会改变 所以魔鬼会给你一个谎言说 小心一点 远离恩典 可是恩典却是圣经的教导 是圣经强大的真理 恩典要救你脱离一切的罪恶 恩典赋予你力量能够胜过 能够活出来 阿们 那这是十一节和十二节 那别忘了 接下来十三节 十三节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自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来看十三节 注意 恩典不只是教训你除去不尽钱 恩典也会教导我们 等候所盼望的福 恩典也会教导我们要期待 我们会被提的 我们会得到荣耀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会复活的 这是恩典的教导 恩典不是只停留在你最得色的 不是只停留在除去不尽钱 恩典也教导你 等候所盼望的福 这个等候所盼望的福是什么 就是被提 你将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 阿们 那再来看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连保罗都有这样的期待 期待什么 身体得到救赎 那我们来看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劳苦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跟我说身体得赎 再说一次身体得赎 请听好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赎工作 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已经体验到了 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 就是身体得到救赎 我再说一次 我们只剩下身体得到救赎 还没有体验到 这个在什么时候会体验到 当主来的时候 我们被提 我们的身体得到救赎 那个时候体验到 所以你看到没有 保罗他活着 不是在期待死亡 不是在期待灾难 他在期待什么 盼望什么 身体得到救赎 所有的信徒 所有的基督徒 都要有这样的观念 期待活着被提来建筑 阿们 很重要 那下面我要讲至少四个 为什么要教导被提这个真理 如此重要呢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为什么这个要经常讲呢 要提醒呢 有几个理由啦 至少有四个理由哈 第一个理由 不断地教导被提 教导这个真理 教导这个所盼望的福 使你能够站立的稳 跟我说 使我能够站立的稳 再说一次 使我能够站立的稳 圣经根据在哪里呢 菲利比书第三章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先来看第三章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二十一节 他要安着那能教 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你知道吗 我们活在地上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卑贱的 对不对 你会放屁 对不对 你的身体是卑贱的啊 对吧 你身上是有流汗 你会有气味啊 对不对 姐妹 你的头如果十天不洗 看见你都直接晕倒 对不对 你的身体是有缺陷的嘛 你的身体是卑贱的 你需要吃饭 如果你不吃饭呢 你就没有力气了 对不对 你需要大小便 对不对 不要惊讶 牧师也需要 不要我从洗手间出来 你说啊 小便牧师也去洗手间 废话 我还没被提好吗 这里不是天堂 我们还在人间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知道说 我们现在的身体 是有缺陷的 我们现在的身体 会生病 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身体 是卑贱的身体 可是你知道吗 神的应许是 我们的身体会得到救赎 神会改变我们身体 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 也就是说 耶稣复活之后的 那一个身体的 那一个状态 我们会拥有像耶稣一样 那个完美的身体 你知道耶稣复活之后 可以穿墙耳入 愿你们平安 直接穿墙耳入了 耶稣对不对 有人说 哎呀 我现在担心了 因为我很喜欢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那万一被提了 这个复活了 还能吃吗 记得 耶稣的身体也能吃东西 耶稣向他们要烤鱼吃 跟门徒一起 对不对 所以放心了 你还是可以吃美味的 但是有一点 百分之一百 不需要上厕所了 那个身体是像耶稣一样 荣耀的 复活的身体 所以这是 菲利比书第三章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的 关于被提的 我们的身体得救赎的 这样的一个教导 你知道吗 圣经原来是没有章节的 是后人编上去的 几章几节 是后人编上去 你知道吗 下一节经文是哪一节 第四章的第一节 其实就是下一节 这是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了 下一节经文 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 当保罗前面讲到 关于被提的这个盼望 身体得到救赎的 这个盼望的时候 到了下一节 他怎么说 我所亲爱 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应当靠主 站立的稳 怎么样一个基督徒 能够站立的稳 当你拥有被提的指望 当你知道你的身体 要得蒙救赎 当你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 能够让你站立的稳 在这边我要插入一段 我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 我经常会看到很多基督徒很害怕 你知道吗 如果真理能够让你得自由 那么我也可以说 谎言能够让你被捆绑 如果圣灵是要借着真理的传达 让你得自由 让你被建立 魔鬼也要借着一些 似是而非的谎言来捆绑你 让你活在恐惧当中 道理是一样的 阿们 你知道吗 我在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面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消息 常常有人在朋友圈也会在发一些东西 哇 小心一点 666那个家伙要来了 据说要在你身上搞一个芯片 如果你搞了这个芯片 你就不能得救了 因为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搞这个芯片 就不让你做买卖 生不如死 经常会听到这些新闻 对不对 什么什么敌基督要来了 什么什么灾难要来了 什么什么惩罚要来了 对不对 就让人很恐惧 但是相信恩典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敌基督根本害不了你的 因为敌基督是在什么时候来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当我们被提之后 敌基督这个家伙才会出现 我们教会还在地上 他不会来的 他不会出现的 我告诉你圣经根据在哪里 来看 贴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三到第八节 这一段经文在讲敌基督 好 第三节开始 人不具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们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成人之子 显露出来 这里在讲敌基督了 来看第四节 他是敌党主 告他自己超过一切 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敌基督有一天出来最后会说自己就是神 那个在我们走之后 他会说他就是救主 让你去拜他 甚至会坐在以色列的圣殿当中 所以我们走之后 以色列会盖圣殿的 据说现在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有一天敌基督会坐在以色列的圣殿里面 会说自己是神的 你知道说谎的人都是喜欢 让那些知道真相的人先走了 他才开始说谎对不对 他会说你们这些人消失了 是因为他的原因 所以你们要去信他和拜他 所以圣经已经讲到 有一天敌基督会说自己是神 他是一个人 他会出来说自己是神 会让人们去拜他 然后很多人会受骗 《起司录》里面也已经讲到 来看第五节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步伐的引逸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步伐的人 必显露出来 注意 那个敌基督什么时候会显露出来 有一个拦阻 第七节说现在有一个拦阻 拦阻被除掉之后 那个敌基督步伐的人才显露出来 显露出来之后要迷惑普天下的人 但是没有多久 主耶稣就要把他灭掉了 主就要脚踏橄榄山再来 要把他给灭掉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个拦阻必须除掉 敌基督才可以出现 你知道那个拦阻是谁吗 我相信就是教会 当教会在地上的时候 敌基督是不会出来的 因为神与教会同在 只有教会被提之后 我们被提之后 没有什么能够拦住他了 因为教会在地上是有权柄的 阿们吗 当教会离开之后 全世界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之后 那个敌基督才能够自称自己是神 所以不需要担心 那个是发生在七年大灾难当中出现的事情 我们早已被提了 哈利路亚阿们 你不会碰见敌基督那个家伙的 你放心了 阿们吗 所以这是关于敌基督666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这之前 教会已经被提了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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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教导这个真理 这个身体的救赎 这个被提的指望 会让我们站立的人 会让我们得坚固 你真的看到很多基督徒 他不知道恩典福音 他活着很恐惧的 每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我记得很多年前就有一个人跟我说 哎呀牧师 万一有一天我买菜也不让我买了 怎么办呢我看圣经 如果印上666我就死定了 如果不印买菜也不让买了 然后存钱也不让存了 存不难行了 我不要饿死嘛 无知的人呐 我们早走了 哈利路亚 阿们 烂摊子丢给他们了 哈利路亚 所以上下文 菲利比书第三章在讲到 被提的指望 然后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 我们可以以此怎么样 站立的 文 OK 好 来看为什么要教导这个 第二个原因 这是你心里真正拥有平安的关键 来看约恩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约恩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来看第一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跟我说心里不要忧愁 再说一次心里不要忧愁 弟兄姐妹 怎么样能够让你心里不忧愁不恐惧 怎么样能够让你拥有真正的平安 继续看下来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始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第三节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意思说什么 他要再来接你 这是你不忧愁 是你真正拥有平安的关键 所以这个真理太重要了 哈雷罗亚 阿们 但你越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会有平安 你会有真正的平安 你不会忧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需要教导 阿们 那我要讲的是第三个原因 第三 为什么要教导这个真理 因为这个真理产生的 不是懒惰 而是能够让你更加殷勤的 竭力的为主而伙 多做主公 有人会说 牧师 如果你教导那个背题 那人家说 反正我也不用上班了 反正我就等着背题吧 这个教导不是带给你懒惰 其实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心里要懒惰 牧师教什么 你都有理由懒惰 不教你也在懒惰中 你总是可以懒惰 那我要用圣经告诉你 当你越明白 这个真理的时候 会让你更加殷勤的 要为主而活 因为你知道 在地上 什么是有价值的 阿们吗 我们先来看圣经好不好 我们来打开 哥林多前书15章 51节到58节 零前15章 51节到58节 来看51节 我如今把这一件 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所以关于背题 它是一个奥秘 请跟我说是一个奥秘 再说一次是一个奥秘 所以圣灵要启示你 要你明白这个真理 所以真的恩典福音太好了 它是一把钥匙 我以前不明白恩典的教导 我都是旧约律法 新约恩典分不清的 经文乱套 反正不管对谁说的 我都直接扣在我头上 所以有的就把我下个半死 很多的概念是很模糊的 但你知道福音就是耶稣的救赎 但你知道圣经的核心 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你站在这个根基上 你看所有的经文是很清楚的 因为神把圣经写给你 告诉你就是你得到耶稣的救赎 哈雷路亚 神的心意就是救赎 哈雷路亚 阿们 他不是定罪 哈雷路亚 不是在给你恐惧 他要救赎你 阿们 那我们来看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所以被提是一个奥秘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都要 有人说被提很好 但我相信是那一些很虔诚的人 很圣洁的人 像我这样子的估计没希望 要被提你们先走 估计我会被落下 如果你有这样的忧虑和担心 我今天要告诉你 只要你信耶稣都被提 真正信耶稣的人全部被提 他不是照着你的忠心程度 也不是照着你的圣洁程度 那个将来在天堂上 得奖赏的时候 会不一样 但是被提 所有的基督徒 是同等的 因为圣经说 都要改变 没有说一部分 没有说三分之一 全部 你知道吗 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是对谁说的 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不好 我们以前有提过 有人彼此告状 甚至告到不幸的人面前 有人 收了岳母 对不对 有人甚至去庙里面 当时有那些庙祭 去那里犯罪 有人犯奸瘾 所以那些人 而且还有人什么 输血气 嫉妒 纷争 哥林多教会 最会搞了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他最会搞这一套 所以哥林多教会的状况 不好 有人犯罪 可是保罗却说 都要改变 被提 哇 保罗 你指的是所有人吗 对 都是所有人 虽然你不应该犯罪 但几乎今天你犯罪 你仍然是义人 Amen 你身份没有改变 Hallelujah 犯罪会给你带来亏损 对不对 犯罪不能够荣耀上帝 你是为了荣耀神而活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罪中 我们应该要在义中来荣耀神 但是你的身份没有改变 所以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是真正的基督徒 被提是属于你的 都要改变 所以我在这边顺便一提 来看继续来看五十二节 就在一刹 什么一刹死 眨眼之间 浩童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浩童要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死人要复活 指的是过去的那些义人 去世的义人 睡了的义人 他们复活 拥有复活的身体 我们活着的人呢 直接改变 五十三节 这必朽坏的 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 五十四节 这必朽坏的 既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面的话 就应验了 五十五节 使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使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五十七节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得胜 好继续来看 到这里为止 都是在讲关于背体 关于身体得属 当这个真理被教导之后 五十八节 来看上下文五十八节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的 看到没有 根据上下文 当你教导背体的指望 产生的不是懒惰 产生的是什么 竭力多做主公 所以正确的信念 会带出正确的行为 你不需要担心 你越教导背体的日子近了 你越教导这个盼望 你知道吗 人们会愿意在地上的时候 竭力多做主公 当一个人越看到 那日子近了 那么他看地上的一切 荣华富贵 将变得无足轻重 能听懂我要表达的意思吗 如果你越知道 那个日子近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看地上的一切 原来认为有价值的 那个价值就变得越小了 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如果我今天去香港旅游 我看中了一台车 因为香港有很多车 是我们国内没有的 全世界的车都是进口香港 如果我看中了一台车 我很想要 可是你知道吗 我的港澳通行证 只能待七天 我会不会说 只能待七天 然后也倾尽我所有的 买下那一台车 一般从你订车到提车 需要三天 然后各种手续上个牌 又花去两天 最后交到我手中的时候 只剩下一天 下午五点钟 我还要坐飞机回来 所以我只能开一个小时 我花了那么多的钱 代价精力 买那一辆车 就只能开一个小时 请问 我会不会傻到那个地步 去买那一台车 不会 我应该要回来买 因为我在这里是永久的 你知道吗 请听好 我越知道 我在那里待的时间短 那个车的价值 对我的吸引力 就越小了 你越知道 被提的日子近了 地上 你原来看起来那些 比较有价值的 你所追求的 你引以为傲的 在你心中的位置 就会越来越降低 请听好 很重要的教导 为什么有一些人 对宣教 对灵魂 没有感动 没有负担 是因为他们紧抓着世界 太看重世界 如果你知道 那个日子如此之近 世界的价值就会轻了 常常有人问 哇 你都不用上班吗 我听说你们温州人 都是老板啊 你怎么不去创业啊 你怎么不去 挣更多的钱发财啊 你为什么要在教会圈子里面 干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牧师啊 为什么要干这种职业呢 很多人不明白 因为他的价值是 世界的价值 如果我越知道 主的日子如此之近 我会越看重 我在地上真正要做一些什么 能够带到天上的 当我讲完这个信息之后 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温州的商人在聊天 当我跟他讲这个 包括我在以色列旅游所感受到 所经历到 包括圣经的教导 他听完之后 他说 兵目 我听了你讲的这个 我觉得我的人生要重新规划了 丢子妹你知道吗 为什么很多人对教会的事工不感兴趣 为什么连来聚个会都不太愿意 价值观不一样 就是因为 你不知道 那个日子很近了 然后你在地上每天加班 加班 房奴 房贷 车奴 孩子的奴 各种奴隶都挂在你的身上 结果等你还清的时候 突然之间你已经被体上天堂 你说我还没来得及享受啊 房子的钥匙我还没拿到啊 我还没住进去啊 装修装得那么好 我都还没享受够啊 你已经走了 不好意思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辛辛苦苦 加班 加班 从来一想到聚会 今天加班 没时间 哪有时间聚会 挣钱 钱还没花呢 人走了 所以千年就准备 你知道吗 你教导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会让人在地上 真正为一些有意义的事来活 我想让你来看一段旧约的经文 我需要你来思考一下 一段旧约经文 来看 利维记二十五章十五到十七节 利维记二十五章十五到十七节 这是一段关于律法下面 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和要求 你知道吗 这个原则今天在属灵上 是有教导的 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在讲什么 你知道以色列它有一个洗年 洗年是多久一次啊 洗年是五十年一次 当洗年来到的时候 你知道吗 会有几件事情发生 欠债的 债不用还了 然后呢 失去的房屋要归还 然后奴隶要得到自由 这些都是在洗年要发生的 也就是说 洗年 你欠钱 也不用欠了 所以洗年是个好消息 很多的穷人 因为房子荡掉了嘛 对不对 或者欠很多的债 或者被卖作为奴隶 他们千叛万叛 日叛夜叛 就是等待洗年 然后都是数着手指头过日子 咬紧牙关 只要挨到洗年 我们就解放了 自由了 所以他们在等待洗年 所以洗年是一个好消息 会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 感谢主 耶稣来了 每一天都是洗年 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哈利路亚 神每一天都要祝福你 你要得自由 哈利路亚 每一天都领受祝福 你知道吗 关于洗年这里 几节经文有一个教导 我们仔细来看15节 你要按洗年以后的年数 向灵色买 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 卖给你 年税若多 要造数加贴价值 年税若少 要造数减去价值 因为他造收成的数目 卖给你 你们彼此不可亏负 只要敬畏你们的神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思考一下 意思说 比如说 举个例子 这一栋房子 平时的价格是100万 可是你知道吗 再过两年就是洗年了 我要买这个房子 两年就是洗年了 正常价格是100万 可是因为两年之后就是洗年 洗年之后 这个房子要还给他了 等于说 他的价值只有两年 所以他的价值会很低 如果我只能用两年的话 本来这个价值值100万的 那么最多5万块了 或者10万块了 所以这个房子的价值是根据 离这个洗年的时间的长短来定的 如果今年刚过完 洗年 洗年已经过了 我现在要买这个房子 它值100万 我必须就得买它100万 因为我可以用49年 明白吗 所以是根据离洗年的时间的长短 来决定这个东西的价值 听懂的人说 阿们 需要思考 需要思考 哈利路亚 不要只听见证 要思考经文 所以圣经说 要根据洗年 离洗年的那个时间的长短 来衡量价值 因为到了洗年的时候 一切无效了 都要还给人家了 等于说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洗年一切要归还了 对不对 意思说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被提的时候 你地上的一切清零 那也就是说 你越知道 主来的日子静了 那么你看地上 你今天所拥有的 这些东西的价值 就越低了 你为什么把世界 看得这么重 来聚个会 也舍不得这一点时间 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很快要被提了 哈利路亚 这是基督徒 为什么不热心的原因 为什么不愿意聚会的原因 为什么没有负担的原因 你知道吗 哈利路亚 能够明白我所讲的吗 回去听录音 再听一次 哈利路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如果你越知道 那个日子静了 你在地上 你越会让你的光阴 身体 资源 人力 物力 财力 你都会把它 跟永恒联系在一起 跟耶稣 绑在一起 我再说一次 只有跟永恒联系在一起 跟耶稣 绑在一起的人事物 才是有价值的 才会被带入到永恒 考考你们智商 如果现在我去菜市场 买那个油蒙 一百块一斤 油蒙的手上脚上 绑着那个稻草 请问 油蒙一百块一斤 稻草多少钱一斤 这个收 一百 我不可以只要这个油蒙的 我要买整只 要买走的 所以你知道吗 稻草本来在马路边 是不值钱的 谁要啊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 稻草跟油蒙绑在一起 为什么就有价值 因为油蒙的价值 油蒙一百块钱一斤 稻草也一百块一斤 油蒙涨到两百 稻草多少 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 你咋这么机智呢 所以你知道 那个稻草的价值 是根据什么来的 那个油蒙的价值 哎 哈喽 你的房子带不到天堂的 天堂都是最好的 你的车子也带不到天堂的 对不对 因为到了天堂 一眨眼之间 你只要说我想要去火星 一眨眼之间 你就在那里了 什么车都比不过这个 你所有在地上的一切 你的文凭 你的学历 你的存款 你的房子 你的车子 你所有引以为傲的 你所有在地上 你所追求的 到了天堂上 都带不进去的 可是你知道吗 圣经说 如果把它跟永恒 跟耶稣 联系在一起 这个价值 就会被带入到天堂 为什么我青春年华 我愿意献给耶稣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阿们吗 为什么我愿意服侍神 对不对 就是我相信说 我为耶稣 我付出的每一秒钟 每一分钟 都是被带入到天堂的 在永恒里面 这个是要永远被纪念的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所以这个教导太重要了 这个会决定基督徒 在地上 以什么来导向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叫你不要读书 我没有叫你不要上班 我没有叫你不要开店 不要创业 不要做生意 我没有这样讲 你该做什么 做什么 可是在你做的过程中 你知道 你为什么而做 阿们吗 你可以为耶稣而挣钱 你可以为耶稣来创业 你可以为耶稣 做地上所有的事情 但你一定是为耶稣而做的 跟永恒联系在一起 不是为自己而做的 阿们吗 这个太重要了 哈雷路亚 阿们 我要让你来看一节经文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你知道怎么样能够让人 很热心的来聚会 下面说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 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你知道吗 来聚会的时间 才是自己的 我再说一次 今天晚上你的时间 是自己的 你今天晚上的这一刻 会被带入到永恒 你加班的时间 不是你自己的 我没有叫你不要加班 优先次序在哪里 阿们吗 你的人生需要有一个新的规划 非常重要 这叫积攒财宝在天上 给出去的才是你的 为耶稣所做的 才是真正被纪念的 阿们 所以当人越知道 那个日子临近 人越会竭力多做主公 再来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我们来看五十七节到五十八节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得胜 上下文在讲 我们要被赎了 然后五十八节说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哈雷罗亚 你在教会为耶稣 摆的每一张椅子 天堂都有记录的 你为耶稣做的每一次 刷马桶 天堂都有记录的 你为教会献上的 每一句的代导 真诚的代导 天堂都是有记录的 阿们吗 姐妹如果你开车 你每一次开车 要送很多人去地铁站 来来回回 接来接去 天堂都报销邮费的 那个账都记在那里 哈雷罗亚 感谢耶稣 阿们 没有人离开世界的时候 带走 带不走的 所以有时候也需要 享受一下生活 为了主的缘故 有时候也需要 有时候来聚会 实在等不到公交车 就打个车吧 因为到天堂 你的打车费 还没用完 我以前常常讲过 这样的一个笑话 当你到了天堂 哇 彼得带你去你的房间看看 然后你看到 你的房间里面 有好几个麻袋 其中一个麻袋 写着三十万 还有一个麻袋 写着一百二十八 你说为什么 这个麻袋上 写着三十万 那个写着一百二十八 彼得笑笑地告诉你说 你知道吗 你在地上 为了让你去小兵牧师 更好的聚会 其他教会聚会 一辈子 上帝给你预备的是 三十万打车费 可是呢 你这每次都不愿意 甚至偷懒 因为不方便 有时候还不去 所以你只用了 一百二十八块 你聚了十几年 只用了一百二十八块 你的打车费 都没用掉 你说 早知道我每一次 我都要打车 我还要坐 转车 不要快车 亲爱的兄姐妹 你知道吗 牧师没有叫你浪费 而是说 你真的要知道 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真的 你每天要牺牲聚会的时间 来加班 你想要在这个城市 买房子 也是不可能的 还不如轻松一点 要靠神的恩宠来祝福 不要靠自己来赚取 你已经做你该做的了 但你一定要 当你去要找一个新的工作 你一定要记得聚会的时间 我再说一次 我们讲基督徒要更多的来聚会 不是用律法的要求 而是要告诉你 很多时候你来聚会 你会听见神对你说话 你来聚会 你会被恩告 你来聚会 在会场当中 神的同在你得一致 你来聚会 话语会教导你 建造你 不是说一个人没有神同在 而是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神有受特别的恩高 是给一个教会的 神要我们进入地方教会 阿们 非常重要 哈雷路亚 如果你在网络上听 除非你真的找不到教会 那你暂时可以过渡一下 你向神祷告 求神给你预备一个 合适的教会来聚会 你暂时可以这样过渡 但你终究还是要进入到地方教会的 你不跟人接触 你怎么成长啊 生命是需要什么 接触 生命是一种传承 是一种接触才会产生的改变 生命会影响生命的 阿们 你只是在网络上听听 就相当于每天吃吃泡面 你这个有营养的 实在不行 顶一下 你明白吗 死不掉 对不对 但是你一直吃呢 吃一个月 吃一年 两年 全部吃泡面 你会面黄肌瘦的 你没有营养的 OK 非常重要 这是神的心意 好那 那回过来 我要讲的是说 所以 正确的教导这个真理 就会产生更加的积极 那反过来 错误的信息 错误的信念 带来的结果就是不好的 我也让你来看一个 反面的例子 来看路加十二章四十五节 来看路加十二章四十五节 那仆人若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 要么乱讲这个真理 要么不讲 他认为主再来 主再来 主已经不会来了 错误的信念 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 就动手答仆人和死女 并且吃喝醉酒 所以错误的信念 就带出不好的结果 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一节 旧约也有一个例子 百姓见摩西辞言不下山 然后就怎么样 金牛毒就出来了 所以你知道吗 需要教导正确的观点 阿们 那个日子很快 我们会背体 那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 这个被赎的 这个盼望 这个指望 能够从里到外的来洁净我们 洁净我们的魂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 会让我们被洁净的一个指望 来看第二节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哇 我们会有主那样荣耀的身体 必要像他 然后第三节 凡像他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所以当你有这个指望 会让你被洁净 跟我说让我被洁净 所以非常重要 我再说一次 期待背体 而不是期待灾难 期待身体得数 而不是等待死亡 这是真理 阿们 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下面我们来看 马太24章 32节到35节 什么时候会发生 来看 马太24章 32节到35节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 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净了 这样你们看见 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子净了 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你知道什么时候 会发生这些事情 注意来看这里 他说你们可以从 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净了 你知道吗 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 无花果树 一直都是象征以色列 跟我说就是象征以色列 所以无花果树指的就是以色列 它是代表以色列 你知道吗 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 这个是大家公认的 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 当你看到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就知道夏天净了 你知道吗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无花果树本来就有 可是要重新发嫩长叶 你知道以色列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国家 对不对 但是以色列亡国了 他再一次复国是在什么时候 1948 5月14号 他亡国之后重新复国 重新建国 这个在1948年5月14号 已经成就了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个神的时间点到了哪里 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就在这个世代 上个世纪 以色列已经复国了 奇迹般的复国了 然后说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 人子进了 正在门口 然后来看三十四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下面你要思考的就是 以色列1948年5月14号复国之后 这四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会成就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世代是多久 那我想让我的同工来放一下 我们的PPT一个图片 好 OK 来看这里 好 1948 以色列复国了 五花果树再一次发嫩长叶了 你知道吗 这四代 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了 天灾 人祸 地震 瘟疫 战争 都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发生的 这四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要成就 来看这里 这里跟传统的教导 有一点不一样 你知道传统 把耶稣再来就笼统地来讲 其实圣经讲到 你知道吗 耶稣应该是 他先来的时候 并没有马上来到地上 而是我们被提在空中 与主相遇 然后七年 地上进入七年大灾难 七年的尾声 我们和耶稣一同 再来到地上 再建立地上的国度 所以传统的讲法就是 讲到耶稣再来 就一句话带过了 他没有那么细 其实根据圣经的教导 应该是两次 应该首先是 耶稣来的时候 那个号筒一响 一眨眼之间 死的人复活 活着的人改变 我们一夜之间消失 在空中 与主相遇了 这个就是 被提的发生 然后地上的 进入七年大灾难 你知道 然后会有 十四万四千的犹太人 出来传道 也是在这个里面 发生的事 但最后要打的时候 正要打的时候 他们输了 以色列会输会逃跑 主耶稣会来救他 然后主耶稣会脚踏 橄榄山 山会裂开 然后以色列会得到救赎 这就是保罗所讲的 以色列全家 那个时候还活着的犹太人 全部自动得救了 这是神给选民的应许 不好意思 因为他是神的选民 还是有恩宠 神最后还是会救他的 但我们是外邦的 我们已经 已经被提了 都会在这里发生的 然后 前几年 最后我就不讲了 后面的那些 你都不用担心 为什么 从这里开始 自动执行 你不用担心 就算你没听过 那到时都是自动执行 你只要观看 跟羔羊一起吃吃夜袭 就好了 与主永远同在 Hallelujah Amen 现在一个问题是 无花果已经发嫩长夜了 1918 那问题是 这四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各位 把身体弄得好好的 身材好好领受 你应该不需要死的 Hallelujah 活着被提了 Amen Amen吗 我们教会 60岁的都是16岁 80岁的都是18岁 Amen Hallelujah 好 我要带你来看几节经文 有人说牧师 从我爷爷那个时候 小时候就开始说 主再来 主再来 搞到现在也没再来 我都没信心了 我要让你来看几节经文 启示录第22章第7节 启示录的最后 有几次讲到说 主必快来 来看 22章第7节 看那我必快来 来看22章的12节 22章12节 看那我必快来 来看22章的20节 22章的20节 试了 我必快来 有人说都已经过去2000年了 启示录写了2000年了 听起来好像不太快嘛 对吧 或者说我爷爷小时候就说 他是清朝的人 可能那个时候 已经90多了 可能 他那个时候都说 主快来了 为什么现在还没来 亲爱的兄弟兄姊妹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这里的快来 不是按这时间说的 快来两个字 希腊文 这里希腊文的字母是 Taku 意思是什么 一种形态 意思指的是 迅速会发生的意思 不是指时间 而是指突然间 一眨眼间 会发生的事情 我再说一次 快来 希腊文是Taku 这个字母是 它指的是 迅速会发生的意思 不是指时间 而是指突然间 那 哥林多前书15章的 51到52节 他讲到背题 说的是什么 眨眼之间 看这里 看这里啊 就是这个意思 眨眼之间 那个号通一下 耶稣说 上来 快 我已经怎么在天堂了 眨眼之间 会发生的事情 来我们来看 彼得后书第三章 第八节到第九节 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我给你做一些圣经参考 好吧 彼得后书第三章 第八节到第九节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眼 其实不是单眼 乃是匡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成伦乃愿 人人都悔改 那这里说 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记得 上下文是在讲 主要来的日子 可是主特别提到说 你不要忘记 要记得 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你知道吗 一千年在神的眼中 就是一日 两千年 刚刚过去了两日 我要让你看一节 旧约经文 旧约先知有预言 是在两日之后 来看 和西亚书第六章第二节 和西亚书第六章第二节 过两天 他必使我们苏醒 两天之后 其实我们现在 2018已经进入到第三天了 第三天 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他就是在预言 这个关于 关于再来的 末后的时间 你知道圣经 都是有预言性的 圣经的数字 都是有意思的 圣经的人地名 也都是有意思的 你认可吗 圣经有一个讲法 就是预言性 它是有指的预言性 你知道 亚兰尼亚撒菲拉的故事吗 恩典和律法掺杂 对不对 结果少年人 起来埋了 你知道吗 神要终结教会 恩典律法 混合的这种光景 借着少年人 你懂得 年轻的传道人 会起来结束这一切 它是有预言性的 你知道吗 约安福音 第二章第一节 耶稣在地上行的 第一个神迹 是水变酒 你知道在什么时候行吗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亲的 言洗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你知道吗 圣经常常比喻 耶稣是新郎 我们是新父 圣经很多次讲到说 羔羊取亲的日子 我们被提的时候 就是我们教会 就是新父 就是羔羊的婚宴 我们在空中 就是与主永远在一起 那是羔羊的婚宴 圣经常常有这种 比喻的说法 你知道吗 第三日 会有婚宴 所以过去的两千年 主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在神的眼中只有两天 两天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天 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 你知道吗 约拿 你记得吗 圣经有预言的 约拿 被扔在大海里 约拿是代表着什么 他就可以指的是以色列 当他被扔在大海里之后 你知道吗 船上的那些外邦人 本来是拜其他的神的 在那里哀求的 约拿 约拿一被丢在海里之后 风浪平静了 那些外邦人就得救了 你知道吗 以色列在这两千年来 被抛在世界各地 他们亡国了 他们善居在世界各地 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有很多以色列人 甚至在中国的上海 都有几万的犹太人 他们善居在世界各地 你知道吗 第三日 大鱼把约拿吐出来 吐在岸上 你知道吗 这些都是在第三日会发生的 两千年来 那个两千年就是两天 已经过了 以色列也已经复国了 第三日 接下来都会有好事要发生了 下面我要告诉你说 你知道吗 耶稣 我们刚才说 我们复活 会像耶稣一样 有耶稣那样的身体 对不对 耶稣是初熟的果子 耶稣第一个复活 我们是跟着耶稣 一起来复活的 阿们 祂是初熟的果子 阿们 你知道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复活吗 第三日的清晨 清晨 我们已经到了第三日的清晨了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阿们吗 十四万四千的犹太传道人 我相信已经在预备了 因为平约圣牧师的恩典讲道 以色列已经是电视台都在放了 很多人虽然没有公开说 他是基督徒 但是都已经有听恩典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旧约圣经太熟了 希伯来文太熟了 他母语就是希伯来文 他那个一开启 跨全懂了 每一个都是圣经神学家 太厉害了 我要最后跟大家来看几节经文 我们作为一个总结 我们来打开贴撒罗尼加 贴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十三到十八节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来看第十七节 这些经文曾经让我非常感动 来看十七节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还活着 活着其实不奇怪 因为有可能你刚出生的 对不对 还很小 还是个小孩子 那他当然还活着嘛 但是我觉得还存留的人 这个难得 说明他有顽强的生命力啊 在这个世代等于说弄不死你啊 什么三路奶粉也害不死你 什么三聚清安 什么食品不安全 全部弄不死你 对你来说 你是搞不死的 一直说我有圣餐 我有耶稣的健康 亲爱的兄弟们你知道吗 如果你对饮食很计较的话 太过于认真的话 其实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 没有任何东西能吃了 所以很多时候更多的 还是要凭着信心 阿们吗 你有圣餐 哈雷罗亚 你的健康是在主那里 耶稣的身体是你健康的保障 我也相信说圣餐的真理被恢复之后 所有的基督徒 对基督徒来说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真理 是一个强大的真理 会让你平安 前天晚上我刚来到上海 我刚到 我接到一个信息就是 我孩子生病比较严重 然后下身都肿了 然后感染很严重 然后我就祷告 我就圣餐 方言祷告 那一夜几乎我没睡 不是说没有睡 而是我在睡中也在祷告 耶稣受到鞭伤 他已经得医治 你知道孩子如果很小的话 他没有信心 对不对 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父母身上 后来到了凌晨五点钟的时候 圣灵给我一句话说 平安 我就睡了 因为那一夜都没睡 到了七八点之后 我太太发信息说 孩子全好 总全消了 而且说没鞋子穿 带他去买鞋子了 就没有任何病一样 我觉得给我很大的苦力 恩典下还是要祷告的 这个祷告跟律法主义的交换是不一样 你是在信心里祷告 在圣灵带领中 如果你为着一些人事物祷告 你内心感觉到没有平安 那你就持续的放眼祷告 直到你内心感觉到有平安了 你可以停一下 有时候可能就 几句话 一分钟可能就好了 有时候需要持续一个时间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 也是持续的祷告 因为第一次祷告完之后 耶稣感觉到里面还不够 第二次再来祷告 还不够 第三次 圣经特别记载说 说的是同样的话 记得这不是重复祷告 这不是没有信心 圣灵在你里面会带领你 有时候你感觉到没有那个平安 你仍然感觉到那个恐惧 那你记得 你有最强大的武器 圣餐 放眼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 所以五点多的时候 就圣灵告诉我说 平安 我就睡了 醒过来之后 我太太说 好了 全好了 不过我太太跟我说 你从来没有为我祷告 这么迫切过 为你儿子都这样 不要计较 是因为你一切很好 亲爱的六子妹 神是真实的 圣灵就在我们的中间 你有圣餐 灵圣餐 持续放眼祷告 没有任何病能够停留在你的身上 所以这些经文真的太美了 还活着 并且是 这活着 活着还不是重点 可能他年龄本来很小 重点是 还存留 别人都看不出来 你到底几岁了 不知道 我已经忘了 我好久以前都忘了 我的身份证拿出来查查 我是哪一年生的 清朝 末年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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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身上有任何的疾病 有任何的症状 你来宣告 用你的灵来祷告 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圣灵要使你的身体 必死的身体要活过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举起手来祷告 一起来方言祷告 如果你的家人身上有疾病 你为着他来领圣残 如果你身上有任何的疾病和疼痛 任何的症状 你来祷告 主是我的健康 主是我的医治 主是我的健康 主是我的医治 哈雷路亚 一直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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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赞美你 主要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 让我们的身体来荣耀你 让我们的身体为主而活 让我们如荫返老还统 所有的疾病捆绑压制 离开我们 跟着我一起来祷告说 主耶稣 这是你的身体 为我掰开 因你的身体受鞭伤 我已得了医治 因你的身体受刑法 我已得平安 我已得平安 我领受耶稣的身体 我领受耶稣的身体 我得医治 我得健康 我得健康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举起手中的杯来祷告 主耶稣 这是你的宝血 为我而留 使我最得赦 我已不属这个世界 我是天父所爱的孩子 他与我同在 保守我 直到世界的末了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 交给我们接待的同工 我们一起从位置上站起来 唯有你陪到 一起告绝双手 所有的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祝你的世界 是无价值保佑 你是我尊贵荣耀 会有你陪到 一切尊贵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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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尊贵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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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尊贵荣耀 高举我们的双手 哈雷路亚 奉主耶稣的名祖 主要保守每一位 在这末后的世代 所有的灾难 不会临到在你的身上 所有的天灾人祸 都不会临到 神的儿女身上 奉主耶稣的名 主的保血 每一天厚厚的遮盖你 他已经永远的遮盖你 他会裁败他大人的使者 来保守你平安 你出你入 他都要保守你平安 在生活当中 在职场当中 他与你同在 他要使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顺利的 他要赐予你恩宠 他要来提升你 他要来升高你 哈雷路亚 你要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都要蒙恩了 因为恩宠在你的身上 恩宠在你的身上 财富的恩高在你的身上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深小湷路亚 哈雷路亚 aware of us 有ede ten その意大辞 空的话 破裂以上 耶稣 主要祝福每一位 也祝福每一位 听见我声音 听见我讲道 看见我讲道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他 主要当他相信 他在恩典之下 那么恩典之下的 所有的祝福 就要倾倒在他的身上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成的这个工作的 一切的果效 全然的 完全的发挥在他的身上 完全的成就在他的身上 感谢耶稣带领我们的聚会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